好 主播各位觀眾 台中市六分局 在5月19號的早上10點多 是獲報說 在市政北二路跟黎明路口 有一起計程車的糾紛案件 當員警來現場盤查身分時 突然遭到女乘客的揮拳攻擊 員警見狀是立即將他壓制逮捕 依法就辦 根據警方的調查 這名女乘客是何姓女子 年紀大約30歲 原來是她搭乘計程車時 疑似是播放的音樂 因為太大聲了 遭到這個開車的司機 大約60歲 勸導不聽 所以這個司機表示說 她拒載這一名女乘客 這個司機還同時報案 請警方來到場協助 員警到場問這個女生說 你為什麼要把聲音開這麼大聲 以及盤查她的身分 突然這名女子就情緒失控 揮拳的來攻擊員警 警方當場是以強制 將她給逮捕 就算是一般的民事 或是這個行車的糾紛 也應該要等到警方來問清楚 再來做決定 不應該說在警方盤查的時候 偷偷的來襲警 那他們表示說 這個是絕對不容許的 以上是我們掌握資訊 時間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